根據那個205題 空氣品質指標 這叫AQI 縮集到AQI 然後一樣嘛 第一個它有一個API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的話 當然它只有一個網址 所以你可以Ctrl-C Ctrl-C之後的話 你可以找一個網頁把它貼上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是長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結構的話 其實還蠻好理解 其實跟剛剛好像 似乎一模一樣 似乎是一樣的結構 什麼呢 外面是一個什麼 中瓜弧 那中瓜弧的話 理論上它就是一個串列 那這裡面的話 就一個大瓜弧 那大瓜弧裡面呢 就是一個字典 那Key Value 所以你會發現它 這個側站的名稱 有沒有 1、藍、2、3、4、5、6、7、8、9 蠻多的 那如果說它題目要什麼 它題目呢 假如說它要的是其中的哪一些欄位 其實可能應該是一樣 我看一下 那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 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 它問的 這個題目在這裡 OK 那我們把它打開 稍微觀察一下 那你會發現它的結構 跟剛剛那一題一樣 串列裡面放置點 兩層結構 那第二個的話 它這個地方要傳回什麼呢 第一個 它這一個檔案的 Content Lags 就是內容的長度 那內容的長度 我怎麼會知道 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查內容長度的話 它有幫我們放在 這個HTML物件裡面的一個屬性 叫Headers Headers裡面其實就有記錄說 這個資料 這個總長度 其實說總字數 是多少個字 OK 那我要怎麼查 待會再講 接下來的話 它要 什麼呢 它要一樣 新北市 那剛剛是大專院校 你會發現這裡面的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我還是比較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Ctrl A C 然後一樣放在哪裡 Chastenedit 我覺得這個Jastenedit 真的 還蠻好用的 然後tree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外面一樣是array 串列 那裡面的話是一個字典 而且藍數馬上告訴我 22 你不用算了吧 OK 如果你沒有這個Jastenedit的話 那變成你要慢慢算 OK 所以22個藍位 那 它要我們做的事情是什麼 要取其中的 第一個 他說這個題目裡面要的是 新北市地區 OK 所以喔 因為那個資料裡面 有一個地區 應該是county 有沒有 county這個藍位是在第二藍 第二藍的話要新北市 所以第一個就要把它塞掉 所以其實這個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如果第二藍的資料 等於新北市的話 才列出來 所以這一題跟剛剛那一點蠻像的 OK 條件就給它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呢 它要的是地區名稱 所以地區名稱叫 AQI指數 PM2.5 PM10 跟更新時間 所以其實也是五個藍位 那五個藍位的話呢 當然你也可以用算哪一個藍位 不過這一題藍數比較多 所以喔 如果藍數多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key的方法 用那個key去取它的value 可能會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你堅持要算位置的話 也沒關係 反正就算第幾個 比如地區的話 基本上地區應該是在第幾藍呢 地區的話應該是在第... 這個吧 第二藍嘛 所以index應該是1 1 然後 再來是這一個 PM10 PM2.5 有沒有 然後再來什麼 AQI指數在這裡 所以應該是1 2 什麼 什麼 10跟11 10跟11 已經有同學上完了 對不對 然後還有最... 再來的這個嘛 它還有一個什麼 好 2 10 11 然後還要什麼 還要更新日期 哦 它這個name 哦 它應該是0 11 12 然後還有這個 好 publish 好 反正就是這幾個藍數就對了 好 所以 剛剛應該是name 應該是這個啦 這個所以是0 我們比對的條件是1 然後這個2 然後11 12嘛 這個這個 這兩個 跟這個 總共22嘛 所以這個20 這個應該是21 20 19 18 這應該17啦 有沒有 17 16 15 14 13 12 那這個應該是11 11 OK 所以我們知道0 2 10 11 17 這樣OK 反正呢 不管怎麼樣 不管藍 這個方法是最簡便的啦 因為好處就是 反正我只要會算 我就可以把它記下來 然後呢 我再把它套上去 我的資料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一題 跟剛剛還蠻像的 所以甚至程式可以拿來套用一下 然後呢 輸出的時候呢 它說前面要加TAB 也就是說 這個側站名稱 前面不用TAB 但是底下的資料要TAB TAB的話是反斜線T 反斜線T 我看一下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跟 變成剛剛是換行換行 有沒有 剛剛是 這個 它前面是一個這個資料 剛剛是兩個換行 那現在是一個換行 那一筆資料 那這邊是反斜線T 那這邊一樣是換行 然後 側站名稱不用反斜線T 反斜線N就好了 只要新北市的 所以呢 我們一樣會需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所謂的新北市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程式該如何撰寫 當然第一個的話 我們先解決什麼 把資料爬下來 所以這個一樣 把這個 網址直接就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 可以這樣啦 一步步來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一樣把剛剛的 這個有沒有 Json的網址貼到這邊來 然後用request.get 把它get回來 那因為它外面是一個list 所以呢 我們就用list 就是用json law 把這一個html.test 把它抓回來 然後print 就是放在這個list裡面 所以呢 如果你把它這個print 這個list1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get到 我們要的 這個json檔裡面的內容 你會慢慢執行一下 這裡應該就會幫我print 是一個什麼 一個 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這個第一個 我們就把資料先抓下來了 那第二個的話 他要哪些東西 分別給他一下 他說內容長度 意思就是說 這個資料到底 內容長度為多少 而且內容長度呢 必須要在前面加這個 那種content1-legs 冒號 然後空一格 然後再加上那個 他的長度 那這個長度 什麼產生 我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我們可以在這邊 利用什麼呢 我print html這個物件 它本身有一個屬性 叫做點什麼 點headers 所以你打一個h 它就會提示 headers 那這個headers 你把它print一下 你會發現 它其實就是一個字典 也就是說呢 這個headers裡面呢 有這麼多的資料 那前面是key 後面是value 有沒有 那其中各位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個 content-legs 這個喔 content-legs有沒有 後面就帶一個value 其實我們主要是要 把這個東西 抓回來 所以如果你要抓這個東西 特別是喔 如果你是要抓 後面的資料 後面叫value 前面是key 有沒有 中間一定是一個冒號 那外面你會發現 它是一個大瓜糊 這個key value key value 有沒有 這麼多 那如果說我要抓的是它的話 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然後呢 請你在這個headers後面 再加一個中瓜糊 中瓜糊裡面的話 給一個字串 然後把它貼上 意思就是說呢 我可以從這一個key 有沒有 去得到它後面的value 所以呢 這個value 我給它key有沒有 它會幫我把這個資料呢 再帶回去喔 OK 也就是一個key 帶到就是後面的東西 所以呢 我把它執行一下 那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你會發現 因為它得到就是37985 那 我們後面喔 那個題目要的是什麼 輸出範例 這邊一定是前面要這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contentlex Ctrl-C 然後 這個後面有個空格啦 我們可以這樣啦 就是說 我可以在print的前面 加上個字串 字串名稱的話呢 就是剛剛這個 contentlex 然後呢 特別之間 後面請你加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豆點的話 意思就是說 我要加第二個東西 就是剛剛的東西 就是contentlex 第二個東西的話 就是剛剛那個東西 叫做什麼 37985 那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它就print了出來 所以你會在print前面 就是我們剛剛加的這個東西 contentlex 有沒有 然後呢 豆點的話 意思是第二個參數 所以它會在後面再加個空板 然後並且把那個資料給放在後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得到的結果 就是題目要的 第一個ok的 那第二個呢 它需要什麼 後面呢 它需要換行兩個喔 所以呢 如果換了兩個 你可以在這個後面再加個什麼 再加一個換行 那換行可以加在哪裡呢 其實幾個方法啦 你可以 在這個後面加一個豆點 然後呢 反斜線N吧 反斜線N就是加在後面再多一個換行 或者再串一個換行 反正就是讓它有兩個換行 如果不加這個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喔 你也可以在底下 再多增加一個print也可以 那print本身沒有加任何東西 這樣也是一個換行 OK 方法很多喔 因為反斜線N就是換行 另外print本身也都換行 OK 假設我們加這個比較簡單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在print什麼 它的這個 這個名稱 新北市有沒有 PN2.5相關資料 所以你把它Ctrl11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print 那print的話呢 就是這個標題名稱 好 那底下的話就是要把 剛剛講的東西把它列出來 有沒有 列出這個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 而且它是新北市的喔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前面這個部分先做 待會的話 我們要把所有的東西把它列出來 那所有東西要把它列出來的話 跟剛剛很像 要和一群 所以你真是可以把剛剛的陳勝拿來改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